电玩业界里有许多的地雷方程式 今天我们来介绍其中之一 也就是万代加动漫改编游戏等于雷座的地雷方程式 我今天忍不住要来讲的作品 是关于我转生成史莱姆这档是坦佩斯特开拓塔安 这算是转生史莱姆的第一部家机游戏 但是很可惜他的第一次就被万代拿来招踏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一开始看到预告 我看到他整个战斗画面还挺有模有样的 挺有时空幻境的感觉 结果玩完之后就发现他的战斗系统十分的单调 每个地图都是一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你也没有任何的武器可以做更换 也没有防具也没有任何道具可以使用 那他的主线任务更极其单调无比 我一共帮你统计出来了 他的主线任务一共有104个任务 然后这104个任务里头包括了50次的战斗任务 20次的对话任务 24个收集任务以及10个建筑任务 相信我这些任务只会让你觉得烦躁无比而已 虽然他是按照原作在跑剧情 但是他为了增加你的游戏时间 刻意置入了没有意义的战斗以及没有意义的收集 一切的一切都不是让你玩的快乐 而是要拖你的台钱 我一想到他的之后还有DLC的支线任务包 我就只感到瑟瑟发抖啊 还有最猛的地方就是他这整个游戏 没有绘制任何新的CG图片 所有的画面都是挪用动画的画面 而且还是720P的画面 如果你是用4K画质去播的话 都是毛玻璃 那这个游戏很摆明就是随便做作的游戏啦 令人火大的是他丝毫不遮掩他的厚脸皮啊 整个游戏的大半预算都拿到生油上面去了 那这一部高达1490元的游戏 大概真的只有重度的史莱姆粉丝才能玩的开心啊 我已经好久没有玩到这么烦躁的游戏了 如果我买的是实体版 我一定会拿去分享给所有我杜乱的朋友啊 我的感想就到此处了 我是苍古熊大家在会